接下來把最後的部分做完 名次怎麼做 插入函數裡面 題目要我們做那個用RANK RANK那個函數 RANKEQ是在統計裡面 統計裡面有個RANKEQ 所以你往下找它是R開頭 所以RANK有兩個 一個是RANKAVG 一個是RANKEQ 那記得用RANKEQ不要用AVG 那AVG後面是AVG的話 它跟RANKEQ最大的差別是 如果你有假設第一名一個 第二名有兩個成績相同的話 第二跟第三名 理論上我們應該都並列第二名 但是RANKAVG的話 它會變成把2跟3加起來除以2 所以本來是第二名兩個 它變成第二點五名兩個 2.5名 所以AVG的話 假設你是2.5名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 不過好像應該用到的機會比較少 所以理論上用到RANKEQ的機率比較高 那RANKEQ裡面按確定之後 它會問你幾個問題 第一個 你的成績是多少 所以這個是你的成績 第二個是在整個範圍裡面 它排第幾個 那所以整個範圍 整個範圍就是REF REF裡面特別注意 你可以把游標先放在這邊 再按SHIP的鍵 選最後一個 這個是整個範圍 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整個範圍 等一下向下填滿的時候 這個範圍 應該不要 不能改變的 為什麼 因為所有人成績 就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那你不能說往下填滿 變M4到M40E 不對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要把它縮起來 F4 那理論上當然只要鎖什麼 鎖列就好了 比較標準 我們鎖列就好 OK 按確定 名次就做出來了 向下填滿 好 那最後做完之後 應該可以理解了 所以第一名是誰 馬上移目了 前面我們馬上做過 你還可以把前三名 用不同的格式 突顯出來 有沒有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好像還記得吧 在106題有沒有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呢 最後還需要做什麼 領主 辦事員 還有助理員 都還沒做對不對 那怎麼做比較快 我的習慣是這樣 一 先把我們的郵標 先停在這裡好了 第一個對不對 那其他的公式怎麼加上去 我的習慣是這個時候再選取 按SHIP鍵 把這三個 總共四個 不要選到後面 剛剛有同學選到等級去 這四個選起來之後 郵標再放在這個B3上面 把它打勾 打勾的話 因為我剛剛有把其他的 這幾個工作表通通選起來 所以如果你打勾之後呢 他會把公式幫你複製到後面三個 所以你不用自己複製貼上 然後打勾 OK 好 這樣的話過去 這個也是一樣打勾 這個也是一樣打勾 一樣的道理 反正你剛剛做過的這個公式 你就只要打勾 但是不要向下填滿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工作表的總列數不同 所以你如果向下填滿 它變成有的多有的少不對 好 那再來記得取消 取消怎麼取消 我剛剛就選這四個 請你選等級或其他的 就是四個以外的 再切回來領主 你再怎麼樣 自己再向下填滿 為什麼要再來這邊 因為每一列 如果你剛剛就向下填滿 它的列數是101對不對 可是它的列數是40 會變成說不夠多 那有一些多有的時候少 所以怎麼辦 你變成說你在自己再切過來之後 再去做什麼 每一個每一個的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 那名次的話可能要注意一下 名次因為剛剛是到40對不對 可是這裡的話是到多少 101對不對 所以這裡請你記得把它改成什麼 40要把它改成什麼 101 不然的話你算出來的名次會是錯誤的 因為它 是它的成績 跟全部的人比較 它是排第幾名 OK那一樣 把它點兩下 那辦事員也是一樣 助理員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後面兩個我想 自己再把它完成 那做完之後的話 這一題我看還有沒有什麼 run的公式不可版本 OK 然後名次的話用run的 好那這一題的話 就完成了 那請各位就是把這一題呢 再存成204A OK那這一題呢 我們就 就先到這裡 OK204A 那這個是有關那個人事考評的管理系統 那相關的做法 如果有一些可能 需要參考到公視的話 我在雲端上都有放 另外如果說有一些可能那個動作 需要連貫的 那我也把它錄下來 並且放在那個YouTube上面 所以有些細節 也許你假設來不及聽懂的話 也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在 最好是自己如果有耳機的話 其實上面也都會有參考的答案 OK 自己試試看